《金融管理局》公布2024年第一季末 《負資產住宅案揭貸款》的最新調查結果 《負資產住宅案揭貸款》中訴 由2023年大四季末的25,163宗 增加至2024年第一季末的32,073宗 增幅達27.46% 創20年新高 與此同時,《負資產住宅案揭貸款》涉及的金額 由2023年大四季末的1,313億元 增加至2024年第一季末的1,653億元 增加340億元 而《負資產住宅案揭貸款》中 無底額部分的金額 則由2023年大四季末的73億元 增加至2024年第一季末的112億港元 增加39億元 此外今年第一季末 拖欠3個月以上的《負資產住宅案揭貸款》比率 由2023年大四季末的0.03% 上升至2024年第一季末的0.06% 該比率已連續上升兩季 經絡案揭轉介首席副總裁曹德明表示 今年本港私人住宅樓價 與2021年大三季的歷史高位相比 急錯超過兩成 根據經絡內部資料顯示 大部分於2019年至2022年樓價高企 並採用高程數案揭入市的業主 會較大機會跌入負資產 曹德明表示 3月份政府全面撤立後 樓市交投即時上升 樓價與成交相對回穩 樓價沒有繼續下沉 不過一手貨未積壓 發展商繼續以低價策略推銷新盤 使而搜樓價受壓 銀行股價仍偏向審辰 相信樓價短期內未必出現顯著回升 他說如果息口可以下調 同時GDP向上增長 對於樓價有支持作用 但也有待觀察 始終目前經濟環境不太好 如果息口高位橫行 負資產數字有機會再反彈 他認為雖然負資產數字高期 但不代表業主無力供款 過往十幾年來 本港業主還款能力一直處於穩健水平 根據金管局3月住宅案 按揭統計調查資料顯示 超過3個月及6個月未上還按揭貸款的拖欠比率 分別佈0.09%及0.06% 即屬超低水平 顯示著大部分業主的供款能力仍穩健 銀行借貸風險可控 據中原地產統計 二手交投放緩十大屋苑於4月份共六176宗成交 交上月急錯52.6% 十大屋苑中緊黎港城成交量亦是暴升 其餘9個指標屋苑均6跌幅 其中沙田大一城急卸77.4% 跌幅最大 有網民嘯指 大家都知道國安法是香港樓市跌原有跌的終極元空 希望有一天這些負資產苦主 可以找港共、中共追討損失 韓國海關檢出中國兒童產品致癌物超標3026倍 據NTDTV報導 韓國關稅廳即海關 發布通告稱 從中國跨境電商銷售到韓國的252款低價海淘兒童產品 被檢測後 發現其中有38款產品所含致癌物質超標 有些產品致癌物格含量超標景達3000倍以上 通告中稱 這次被海關檢測出的致癌物質佔整批產品的15% 其中有27款產品被檢出含輪本移甲酸脂雷素化劑 有些超過安全標準82倍 被檢測出含原產品超標的有5款 最高超標達270倍 還有6款產品檢測出一類致癌物質格 含量最高超標達3026倍 這批來自中國跨境電商的產品 屬於可以直接購買 無需正式進口報關的海淘商品 平均售價為3468韓元 即大約人民幣18元 其種類有鞋、文具、玩具以及戒指、手鏈等飾品 另外今年1月底至2月初 美國洛杉磯海關共接獲數百件 從中國出口的違法兒童商品 包括自閉症平衡椅、兒童學部車、嬰兒換尿布台等 總價值約8萬美元 這些商品因為違反多行美國法規 可能危害兒童健康 已被洛杉磯海關沒收 美國海關發言人魯伊斯稱 這些產品中很多沒有經過消費者註冊 也沒有追蹤標籤和兒童商品證書 其中兒童腳踏椅不符合美國對商品小零件的要求 尿布台的質量沒有達到安全標準 自閉症平衡椅則違反了消費品安全法 由於這些不符合安全標準的商品 可能會對兒童造成傷害 因此不能進入美國